现在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他 自从辞掉了这个开发金总经理一职之后 那么其实呢 他是辞掉吗 他之前已经辞掉了 他不是辞掉啊 然后他担任这个开发工营的 这个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嘛 那现在呢 好不容易又看到他再次的亮相 不过却是在课堂讲堂上出现 东豪我请教你 其实我们刚才讲就是说 这个并购学 他说这是唯一他懂的事情 其实诚如这个刚刚沈大佬讲的 他可能是真的太谦虚了 他懂得应该不仅于此了 不止不止 好你可以再多多的补充 而事实上他其实在出生于 这个美国名校 我们知道他华尔登毕业的嘛 宾州大学的华邓商学院 其实那是一个美国 很有名的一个商学院 那他其实来教课的话 应该也是绰绰有余 再加上他其实有这么多的 这个实务经验的话 应该可以让他的课程 显得更加的丰富 更实用才对 关键在于说那个 孤二少他会谈多少 也就是说在这场课堂上 他要讲什么 他能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都讲出来 那那个对很多学生来讲 就是千金难买 但是如果都是讲一些 很阳光的 很自私的个案的话 那可能这场课 我想那些学生 可能就会有些失望 不过没关系 上课认识老师以后 对就业是有帮助的 那但是我个人觉得 孤二少他可以讲什么 除了企业并购以外 政商关系他是可以讲的 内线交易跟洗钱的案例 他也是可以讲的 为什么呢 一样这都有实务经验 为什么讲企业并购以外 不用讲 因为他会像光临举到商业周刊 那个例子 他能够被称为猎豹 就是他们从东南亚金融风暴 一直到国内的金融并购 他是无意不语 在这个地方 他有很丰富的实务经验 所以这个无庸置疑 那政商关系呢 这个要特别说明 孤仲宁一般我们都说他人 朋友不是太多 可是啊 他的关系还是够的 比如说扁扫 像那个我们常常讲说 孤仲宁会做法国菜 用法国菜打通了扁扫的肠胃 可是后来孤家的 这个孤二少周边的人跟我讲 跟我纠正了 他说不是 因为他这个无数增长 不能吃法国菜的 所以那不能吃法国菜 那怎么办呢 所以刚年孤仲宁啊 是在一个农历年前 到长安东路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 卖菜桃柜的 听说这家店老店 每年都是大牌长荣 他是专程买的 那个热腾腾的菜桃柜 送到官邸 不油腻 这个可以温暖 比人家少了肠胃 所以法国菜是菜桃柜的意思 法国菜跟菜桃柜一样 你从这一点 你从这一点一看 很多并购的背后 也就是说 为什么孤仲宁 孤二少他上课的时候 讲多少是个关键 那个政商关系在背后 往往可能比 你在这个形式上的 游戏规则更重要 所以政商关系 他绝对可以讲 而且他还全身而退 为什么讲全身而退呢 我们知道后来 很多企业界 很多金融界都常管施 他哥哥也是 很多 那他自己本身 那个时候被查的 有内线交易 有洗钱这些 可是呢 基本上孤二少 他是全身而退 也就是说法律 不能证明他有犯罪 那这个他的处境 比他哥哥好太多了 所以他也有实物经验 就是说 当你被检察官 怀疑你有内线交易 或者洗钱的时候 怎么办 作为一个企业界的 企业集团的掌舵者 你如何全身而退 这个也有实物经验 所以呢 他可以在哪里开课 他可以在气管系开课 他也可以在 东吴法律研究所开课 这都有实物经验的 而且最重要一点 我要强调的是 他是全身而退 然后再介绍一个 为什么要洗钱呢 因为啊 现在涉及到 洗钱的企业界 现在都很麻烦 为什么说 孤重林孤二少 特别可以全身而退呢 因为 吴淑珍给他的钱 是叫做投资理财 所以呢 他可以在法律上 很大声说 我不知道那是不法所得 而且你也不能证明 那是不法所得 所以 孤二少可以讲的事情 非常多 关键在于 他要讲多少 好 这个市场也可以 稍微补充一下 你怎么来看 其实我觉得 我先 我讲两方面 就学生来讲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可能是个 只是个理论的东西 为什么 你这样去并购人家 你需要什么 cash 所以如 除非你自己有 这么大的实力 你才要需要去懂的 并购这个学问 除非或者是 你的 你的家里是 是一个企业 然后快要被并购了 所以你需要懂 所以我觉得并购来说 只是个学问 你信不记得 麻雀变凤凰 你们那个男主角 就专门并购人家的企业 然后把它拆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学问 那对学生来讲就是 温老师 孤仲颖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 骄傲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讲 可能比其他的实物 更要来得好 但如果说 孤仲颖 你真的要 刚刚这个东豪已经讲 并购 如果要实物的话 我觉得 孤仲颖可以做一个很精彩的东西 只有他的这个实力 我交并购 对不对 我就把灰文企业并购给你看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就现在并购给你看 我觉得这样子 就他来讲 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所以说他有可能很多成功的一些 例子可以交得出来 只要他有并购成功的案例 但是就一些 可能on the table 但是他没事的一些东西 你说他能讲多少 精鼎症他能讲多少 敏感嘛 他能讲多少 所以我觉得学生如果 久了以后 我相信如果我是孤仲颖的话 其实我有些东西 我是不能讲 那学生久了以后 一开始当然是孤仲颖 他会讲来说 也许二三十年后 对啊 这是孤仲颖 冲着孤仲颖去 可是后来那个实质的上课内容 恐怕大家会 会有失望 因为很多东西 在企业商业机密来讲 那是不能讲的 所以我只能讲一些 很浮面的东西给你看 然后我讲 比如说我讲了一天 我事实上是用 比较 比较激烈的手法去并购 但是我要讲比较 客观一点 表面的东西 那请问你学生学得到 是真正的并购的知识跟常识 跟技巧吗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不过这个企业界 毕竟这个并购学 它还是一个显学啦 所以呢 其实这个对于学生们来讲 他们还是会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尤其这个授课的老师 他自己本身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的话 或许是更会具有说服力的 就像孤仲营一样 但是呢这个辉文 刚刚其实谈到这个 是否全身而退的孤仲营 好像你有点不太认同 是不是要补充一下呢 他没有全身而退 对来请说 他没有被判罪吗 违照文书不是罪啊 是没有错啊 这个内线交易的部分 我是不晓得检察官上诉了没 因为这个案子 是被夜色冒处理过了 被夜色冒处理过的案子当初 当初我觉得如果大家对 对孤仲营干了什么事 你有意见 去问张萍嫂就好了 问张萍嫂就最清楚 你问张萍嫂就这样 你问孤仲营这是什么样的路 这个我不点名什么财团或金控 但他们的事例 是超过观众朋友你们的想象 从北岸爆发之前 爆发之前 他们就有很强的律师团 跟公关人员在洗脑 那我也不要点名说 谁跟金控吃过饭 或是收过什么东西 这个我也不谈 因为我也没证据 但有没有人在干这种事情 有 而且我还知道谁在干 这个孤仲营跟孤仲营 开这个课 拍扁针马屁的理论与实误 拍课比较好 这样的人 一个在国外念到硕士 甚至念到博士为伍 你有学位就可以去教书 我不晓得 现在台湾的学校是这样子 那社会隔壁 我家就有钱 我就做后门 我喜欢拍马屁 然后现在我就可以去教书 你的身教在哪里 身教在哪里 身教就是说我常常干这种事情 刚刚施晨讲说他用cash 他哪来的cash 是他赚来的吗 不是靠他老爸孤联松 他哪来的cash 那就有什么了不起 我老爸如果孤联松 我也可以去交够病 反正我处境 我也变二少 只是没他那么帅而已 那什么东西啊 那什么东西啊 我生日假裁是什么 没假裁 那些学生他小帅 我才不相信你能够学到什么 刚刚东豪兄讲那个很坦白 对以后什么有帮助 对以后就业有帮助 其他什么帮助 如果我也在那个研究所念 我也去修大科 为什么 有很多大的银行啊 中性的他家的啊 对不对 现在开发金也塌的啊 以后搞不好可以去那边上班啊 大家如果用这种 很现实的角度去看 我说的话 我不是要去追杀 雇重银跟雇重量 我也没那个能耐 只是我觉得 大家都看那种 看那种比较浮面 哎呀那个很有钱 是啦是很有钱 是很帅啦 是现在有办法在学校教书 在学历很好我也承认了 可是我觉得是被扭曲的啦 他们还是去 你看吴淑貞前几天不是去 发金到台中间 有去看的吗 不是要插头过去看的啊 不啦社会很痊癒 他不是教公民与道德啦 还好啦 我补充一下 我还是觉得顾重银去上 这些课是不妥的啦 那两点 第一就是说 他在这一方面 他是有设案的 而这个案子是清了没有 我们也会无了解那么清楚 但是如果还没清的话 我觉得他涉入信坛去交书 是不宜的 那第二点呢 他是美国的名校毕业 但是他拿到什么 他拿到硕士学位啊 那他到底有没有著作 他的学术地位是怎么样 这个轻易的 就是说因为你是古家少爷 那这方面你有亲身经验 就可以去东吴大学 教硕士班嘛 在美国这个是不同的 这个绝对不同 你知道吗 不是说我是一个名医 我在医学院毕业了 我就可以去教任何医学院的研究生的课啊 不可以的 所以我实在是怀疑 他是不是有部班教授的这个头衔或这个身份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部太宽松了 而且沈太老师 像他本来东吴是请他去演讲而已 只是要去演讲 可是后来呢 这个顾仲营就在电话上面就说 不如找我去开课好了 从演讲就变成开课了 后来就非常非常的密切的谈定了 我觉得东吴请他去演讲是对的 我也常常很多人请我 虽然我是部班的教授 但是我觉得很多学校请我去演讲 我都不在意的 但是他就讨价还价说 光是演讲不行 我一定要去开课 我觉得这一点的拿捏 我觉得是过分 所以光琴他现在这个顾仲营 是不是真的有点闲得发慌 他真的要干什么事情 还是很忙的 他过去不管是杀那个陈敏勋 后来杀那个张品找家 就是说取得开发金的时候 击败陈敏勋 而且我刚刚讲那个去香港挖角 十几个都大阵仗的 所以他我相信他虽然有一些人脉朋友 但是我认为他节约也不少 他只有这样一个人 我跟沈大老讲的很有道理 我听过太多人 有博士学位还没有办法去取得一个 基本大学的一个讲师 都很困难了 你一下就接着副教授 你晓得最近的统计 台湾有硕士以上学位的 有多少年你知道吗 一百万 两千三百万里有一百万的 硕士以上学位 他们都会教授吗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 他很低调是没有错 有人说上次出来的话 什么媒体报导是因为他生孩子 宣布喜讯等等 那我认为说他私底下的运作 那才是他现在要交给大家的 那就是社会大学博士班 他没有拿博士那才是社会大学博士班 或者是我们讲的商业大学的博士班 然后或者是荣誉博士 我觉得他现在寻求一个 因为过去我说实在他又有涉案 对不对 又有那些争议的面孔 你如果人家说好为人师嘛 如果真的有个什么 这辈子人家说老师 或者说副教授 副座 等等 那我觉得他的地位 他加了一个资历 加了一个地位的一个提升 而不只是说45岁以前的那个孤重量 孤重营而已 我觉得他可能要翻身翻这个 好 观众朋友我们先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又有传出校园霸凌了 这是在台中 台中的一所国中 有国三的学长呢 跟这个学弟勒索 结果呢 勒索不成 居然就动手打人了 而且夸张的是 这个学长的家人居然呢 还跟着野呛虾 说我们可是有靠山的 好 连线给我们的记者王淑义 在台中呢 传出疑似校园霸凌的事件 不过这次霸凌事件呢 不是发生在校园里面 而是发生在这个学生家里的附近 原来这个学生呢 是中午准备去买午餐的时候 结果被附近这个国三的学长呢 勒索要钱 结果这个学生呢 还被学长殴打智商 家属今天来到医院呢 是拿出了验伤单 严正的指控这个家长呢 对方家长真的是很可恶 直接绕狠话说 他们有靠山 我们先来听听看家属的说法 针对这个事件呢 双方家长是一度到这个学校来协调哦 不过最后协调是破裂了 因为对方是呛狠话说 他的儿子背后有靠山 不过这句话呢 也让这个受害的家长呢 是相当的傻眼哦 因为呢 怎么对方的家长呢 就会说出这样的话 结果小孩子呢 也做出这样的行为 不过呢 目前到目前发生为止呢 小孩子在家里是相当的伤心害怕哦 完全不敢到学校去 那妈妈也是说哦 绝对会是会帮这个小孩子呢 请一个长假哦 先帮小孩子做好心理的辅导 以上是在现场最新的报道 我们先把现场还给祖国 好 观众朋友们所刚刚报道的呢 透过连线 我们看到是在台中的一所国中 那么不仅仅是有学长 对着学弟霸凌 而且呢 这个学长的家长 竟然也展开了言语暴力 完全没有任何道歉之意 休息会进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